好 等一下 那請問聽得到了嗎 有聽得到 嗨那這邊團隊朋友是不是就可以直接開始了 你們現在是誰會先主要說明 那就直接開始可以謝謝 好感謝您 好鳳妮好我是Mr.Apo的Summer 那謝謝你給我時間給我們 那我們就不耽誤你忙碌的事情 我們直接開始進行訪談 謝謝您感恩 好 好 嗨大家好 我是Mr.Apo環保外送的Summer 那今天歡迎大家來到 聽明人說你想像的永續是什麼 讓我們一起為世界站穩 今天我們邀請到超級超級中量級人物 我們的政壇明星 致力與會工部門數位轉型的 所謂數位發展部部長唐鳳 讓我們有請唐鳳 登登登 自帶的聚焰 大家好 文宝鳳們 嗨大家好 好的 那想跟大家小小的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跟唐鳳部長第一次接觸到 其實是在社創中心的一次Teach上 然後那個時候就夥伴在台上演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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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講到一半 然後等等我們就後台 就是我們的外送禮台後台 突然就跳出唐鳳的訂單子去 然後我們當場所有人都興奮到魔 就是天啊 唐鳳訂餐了 然後結果更棒的是後來唐鳳還延續 再做了幾次的訂產服務 然後更感動的是那個時候其實我們是使用 就使用WEEPS這種比較陽春的模板去打造的一個 訂產平台 所以我們心裡一直都對唐鳳抱著滿滿的感恩 謝謝唐鳳 我們會繼續努力 好那我就廢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進入今天的訪台內容 那首先我們要進行的部分就是想要邀請唐鳳跟我們分享您的綠色生活 想首先請問一下唐鳳平時有沒有哪一些綠色的生活小習慣 或是一些日常的環保小習慣 有啊就是用網路來代替馬路甚至代替火車跟飛機 我們在出席國際會議的時候 包含大家可能知道的到聯合國的日內瓦總部 我都不是坐飛機去而是派機器人去 那派機器人去當然在疫情之前 因為大家覺得很有趣所以值得報道成新聞 那不過在疫情之後 現在大家都已經很習慣這樣子的事情 疫情前我們常常覺得說 見面三分情啊透過網路最多就那麼一兩分情 如果聲音品質不好倒扣一分情 但是我們經過整個疫情的過程 我們看到像今天你的CAM你的收音等等 讓我可以很清楚看到你在點頭 那我們網路的狀況也已經好到 我知道你在點這句話的頭 而不是上句話的頭 所以這個時候視訊也有個三分情 可能比戴著口罩還要看得清楚一些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絕大部分的這些跨國的會議 或者是在台灣裡面跨城市的會議 都已經改成視訊了 這個應該相當程度的減少碳足跡 明白謝謝唐鳳跟我們的分享 所以唐鳳其實是在疫情就是爆發之前 就已經開始使用這種線上的網路交流 來取代視體的見面 那也想要請教唐鳳最早最早的一個 有點像是對於環保的起情動變 它是有一個怎麼樣的故事或是轉折點嗎 就是讓你決定開始這樣子的綠色生活 我記得我大概七八歲的時候 那是很久以前 大概198889年 那我媽媽李亞青 當時她跟一群朋友成立了 就是主副聯盟 那當時還是基金會 那後來就慢慢變成綠主張合作社 開了很多的合作社 那當時他們就有辦像環保 好像叫小煎兵還是小忌兵 什麼之類的活動 就是去看各個人 就是人類過度追求經濟的線性發展 造成環境負擔的地方 那我們因為當時家住木柵 所以當然就是去福德坑 那所以大家就介紹說 我們如果沒有達到零廢氣的願景的話 當時還沒有循環經濟上的講法 如果沒有達到零廢氣的話 那很快我們生產出來這些垃圾 就會超過我們環境的承載量 到最後還是所有人都要 包含我們的子孫 都要負擔這樣子 沒有辦法容易分解 只能掩埋等等的這種處理方法 當時我印象就很深刻 主要是那個氣味印象很深刻 所以那個時候之後我就盡可能去接觸 這樣子零廢氣的想法 明白 謝謝唐鳳的分享 所以等於說 這個起心動念是在非常非常 甚至是幼年的時候 就開始做這樣子的行動 令人佩服 那唐鳳你在就是 這麼早期就開始做環保生活的時候 有沒有遇到一些小困難的 比如說在那個時代 可能大家對於永續啊 循環這件事情 比較沒有現在這樣的討論度 有沒有一些困難 對 我記得我大概十幾歲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有看了 《動物解放》這本書 那所以就盡可能的就是不要造成痛苦嘛 那但是我也不是非常嚴格的速食或速食者 在當時幾乎如果是比較高檔一些的館子啊 或者因為我當時創業需要談生意的話等等 其實不一定客戶所在的地方是有完全速食或速食的餐廳 那最多可能附近近的我記得 就是一些可能宗教團體的自助餐等等 但是在那邊就不一定有能夠談生意的寶箱對不對 所以就是要做出一些選擇 那當然當時我還是說 那我盡量吃普遍菜啊 那酒當然是不喝的啊等等 所以當時也不能說是造成鼻子的困擾 就是通常都會先問一下說 那你是不是接受這樣子的選擇 有時候也接觸到對方因為健康啊 因為宗教信仰啊 很少是因為動物解放的關係 這個而速食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找到一些雙方 雖然不是百分之百滿意 還是要調整一些飲食習慣 但是可以接受到的地方 所以溝通成本稍微增加了 但是我也不是說完全沒有彈性那樣 但是我很小大概十五六歲的時候 明白 糖董真的很厲害 所以大概十五六歲的時候 就用這樣子很溫柔的方式去扭轉 所遇到的困難 那一直到現在 糖董有把這種生活習慣 或者是像是速食這樣子的好處感 後跟生命的人分享嗎 比如說可能長破辦公室的人 每天一週要吃速食這樣 對 確實他們都知道說訂便當的時候 那我要專門訂速的便當 那有的時候 因為是團購嘛 所以還要特別去開發 在我們會議的那個地點附近的速食 那真的沒有就會去 我剛講的那種自助餐 稍微夾一點給我等等 那所以因為我常常會回到同樣的地方開會 所以一次兩次三次 他們就知道說我有這樣子的習慣 而且大家也會覺得說 那如果跟我吃一樣的東西 是不是話題更多呢等等 所以慢慢慢慢這樣子就擴散了 那這是我覺得還蠻好的 那同樣的就是像我在 從義大利回來隔離的期間 就是今年前幾個月的時候 我也是因為需要外送嘛 我隔離的時候是不可能不靠外送的 那我就是非常religious的 就是非常幾乎是完全沒有任何物點的 都是用missecho 那也很感謝你們在那段時間幫助我 那當然從我分享這些想法 或者是在比方說亞太社創高峰會 他們會問說那有哪些社創 他真的是可以接觸到普通民眾 而不是只是在供應鏈的後端 在供應鏈的後端 在上游當然也很好 研發新的材質等等 但是大家是不太知道說 那跟我日常生活有什麼關係 那好在我們有新一代的像佩克佳 像missecho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可以很容易的推薦給大家 我反而有種被稱大一波的感覺 謝謝唐鳳 謝謝唐鳳 那我們會繼續努力的 感謝你剛剛跟我們的分享 那接下來我們就進入了專業領域的請教 那就我們從航空開始擔任政委 一直到現在成為部長 那一直都是致力於使用數位科技 然後還有一些資訊的工具 希望可以為公部門做一個轉型 那當然包含了開放政府 以及像是更多的公民參與 那其中就包含了像是 不太晚這樣子的法規討論的共同平台 以及我們最近才接觸到的 G0D臨時政府這樣子的社群 那想要請教唐鳳期待呢 就是透過這些數位轉型 可以讓人民怎麼樣更容易的接觸到政府 應該這樣講就是我們希望透過這些方式 讓政府也就是公務員更容易同理 也更容易接近也更容易信任大家 信任公民 所以是政府來信任大家 不是要大家來信任政府 先講在前面 那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我想任何的公務員 他上班下班下班之後也是公民 他自己也有一些在意的想要倡導的理念 那但是呢在我們今年公務員服務法修法之前 我們的公務員都不能夠用個人的身份 去對外發表這個跟他工作有關的言論 就算他不是說我代表機關用個人 投書啊什麼都不可以 所以公民社會很少知道個別的公務員 怎麼想某件事情 那又或者說公務員理論上 他是可以兼職去擔任非營利益組織 我們的這些社會部門的理事啊等等 但是呢即使他是無償參與 他還是要寫很長的理由 去說服長官謙和啊 那所以就算他想要投入 像剛剛講到環保團體等等 他也會覺得說那我的上司 是不是支持這個呢等等 那當然這個在公務員服務法修法之後 都不是問題 他只要是無償的 他只要報備就可以了 那當然現在他也可以用個人的身份 來發表他對環保啊 對永續啊等等的這些理念 但是我們怎麼推動公務員服務法 到今天這一步可以修法 就是因為我們前面透過了非常多 這種公民參與的機制 讓公務員也可以以公民的身份 在我們的Join平台啊 在我們總統貝克松啊 在很多的這樣子的平台 去跟民間一起共創 是在體制允許的情況下 可以共創 那創造出了很多 大家也耳熟能詳的很好的體驗嘛 好比像說像報稅軟體 就變得更容易使用了 手機都可以報稅了 好比像說這個漁港 也可以開放釣魚了等等 這些地方當然大家都蠻有感的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會知道說 那我們的考試院 我們的全序部就會知道 這並不是一個更高風險的事情 我們應該要讓公務員員 跟我們第一線的公民 比起像你們這樣子的社會創新事業 有更近的距離 了解 謝謝唐鳳 謝謝唐鳳的指教 讓我完全被 就是改變了原先 對於這些平台的理解 然後我就會想要再更了解 那如果說今天 除了讓政府更了解 所持公民的力量以外 那政府在做 像說我們收斂到環境政策 上面的溝通 舉例來說像先前的 變價的調整 調整 然後還有說像是 再更以前的早教的議題 那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去 讓人們跟政府的溝通 更順利更溫柔呢 對啊 我常常講說我們的民主啊 本身也是一種科技的應用 在以前的科技大家都知道啊 是在紙上面有候選人的名字 或者之後有公投的題目 在上面你可以就是蓋個章 然後有一個外面看不到的一個投票箱 有檢票人員 大家可以即時在那邊 用手機錄下這個 大家開票的過程 以至於大家可以相信說 這個不會被洩漏 沒有辦法篡改 那而且也沒有辦法被阻斷攻擊等等 它是安全的等等 那但是這樣子的系統 雖然它的安全性 我想大家蠻相信的哦 那但是呢 它的效率也就是說 它的頻寬真的不是很寬 它大概如果你公投有八個題目 你每個都投同意或不同意 那這樣才八個位元而已 那然後呢 如果是你有八個候選人 你只能選一個 這樣才三個位元而已 所以你每兩年 還是每四年 只能上傳三個位元 或八個位元的資料 到我們的治理模式裡面 那一個複雜的議題 怎麼可能用三個位元 或八個位元 就解釋的清楚呢 所以在現代 我們因為有網際網路的關係 像你提到藻礁 那我們就可以非常高頻寬的 當時甚至有直播 讓你實際看到那個藻礁的情況 你不用出門 就可以實際去看那個藻礁的情況 它可以低延遲的 就是當你提出問題的時候 在當時非常多場的公投說明會裡面 及時的就會得到回答 得到解答 那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廣連結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拿著這些基礎的資料 因為我們沒有去主張著作財產權 所以說再去做比較好讀的圖表 互動式的這種模擬器等等 讓大家知道我們做每一個環境相關的選擇的時候 我們這一代以及下一代等等 每個承受怎麼樣子不同的壓力 去找到一個大家雖不滿意 就像剛剛講到的可能還是只能吃個鍋邊素 就是最不滿意但是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案 明白 所以唐鳳真的是很厲害的利用真的是科技的技術 然後就連環境政策的溝通都可以透過數位轉型 然後讓人民跟政府的距離更緊密 那我也想要請教唐鳳就是最近我猜人們最有感的一個環境政策 一定就是大家自費環保費然後去賣料會有原的折扣 那想要請問的是唐鳳對於這個政策的推動 比如說像是成效啊或者是一些回饋 或是一些小心得可以跟我們分享嗎 我第一次接觸到這個是有一個叫做我愛大象大象愛我的 這樣子一個筆名的一個提案者 在我們的剛剛講到Join這個連署平臺上面 他提案說要全面的但是漸進的禁止使用一次性的吸管 這個相信大家還記得 那當時我們就是透過跨部會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因為這個不是只是牽涉到環保署 包含那個做吸管的廠商那應該是經濟部啊等等 都必須要來集思廣益嘛 那所以我們就照地邀請了我們的提案人跟我們一起來討論開會 然後就發現說他才剛滿17歲 然後所以還沒有成年 事實上連公投的投票權都還沒有 但是就已經很成功的發起幾千人的這樣子網路上面的運動 來進行這方面的倡議 那所以我就記得當時我問他說 怎麼會來發起這樣子的運動 他就說這是他公民課的作業 所以我就覺得說 這真的是很棒 現在公民老師完全是就是 就是以這個使命為導向 PBL Purpose Based的這個方式 去讓同學實際以公民的參與 而不是只是看過去公民參與的案例 來當做他的教案 那也真的很成功的去調動了 好比方像不素之客 塑膠的素等等的這些網路社群 去分析其中的利弊 那我也很感動 就是當時實際製造這些吸管的這些廠商 那他們說他們當年也是為了社會使命 為什麼 因為當時可能有肝炎 有其他的存染疾病 那所以當時的那個環境裡面 他們用免洗塊啊 用免洗的就是吸管啊 有點像是做口罩 口罩也是塑膠製品啊 一樣是 就是在當時的那個氣氛 那個環境裡面 希望養成良好的公共衛生習慣 那但是當然到現在 狀況已經不一樣了 所以本來的那種習慣 他們也願意來改變 他們也願意來探索說 怎麼樣子是可能透明容易清洗 可以多次使用的 或者就算是必須要一次使用 那就是比較堅韌 但是又可以分解的材質等等 那所以在那場會議上面 真的討論了很多 那所以我是蠻感動的 就是即使是我們覺得 好像是營利部門 經濟部門的廠商 其實當年會投入這個工作 也是有他的社會使命 而且他願意因為這個共同社會使命 而修改他的作份 所以其實大家都是 秉持著一個初心理念 希望做為社會好的事情 那想接著再請教唐鳳 如果說以接下來台灣長遠的環境政策 那包含像是2030年我們將會全面禁塑 那目前最快的大概就是台北市 他會在今年的12月 然後做到禁止一次性的塑膠肥 那想要請問就是 唐鳳在這部分我們的政策推演上 有沒有一些期待 或者是方針可以跟我們分享 對 我覺得像我剛剛有提到 總統杯黑客松 那很明顯 總統杯黑客松每年都有一些 因為這個政策或相關的政策 而出來的一些真的很棒的提案 我舉例 好比像說像我們知道的鳳茶 它是一個APP 在手機上面就可以立刻看到附近的鳳茶站 這個鳳茶當然它是我們古老的傳統 就是表示好客這樣子的意思 願意免費提供茶水 那但是到了現在 它就變成一個全民的運動 你打開就可以看到 你還要節省了多少這樣子的塑膠品 你就不會感到孤單 因為如果你自己一個人做某件事情 感覺上好像某個禁令 好像你非做不可 是感覺並沒有那麼好 好像說這個不戴口罩會罰款 所以你才戴口罩 那但是呢 如果是你參加一個活動 大家都穿上這個色彩鮮豔的口罩 支持那個活動 甚至是活動結束之後 你還戴著他的口罩去幫他宣傳 這個時候你就覺得 你是一個很大的社會運動的一部分 而且這個你戴口罩完全是積極的意義 絕對不是什麼禁令啊 什麼才造成的嘛 所以同樣的道理 當你使用了像鳳茶這樣子 舊團的軟體的時候 你就可以一次看到說 有多少人跟你一起在投入 這個減縮的活動當中 所以改變生活習慣 突然之間就變成一件 不但是有趣 而且是所有人都可以參與 因此你可以解釋到 新的朋友的這樣的活動 了解了 謝謝唐鳳 我們剛剛真的是 包括我們了解了很多 目前國內的狀態 接著我們也想要看一看 在國外 現在大家對於綠色趨勢 政策的理定 不曉得 航空有沒有自己 特別關注的一些國家 或者是一些政策的分享 可以幫我們開開眼界呢 是 當然 最近大家在新聞上面可能有看到 我們運用一個叫做 星際檔案系統 就是IPFS 是Web3的一個底層的架構 來抵擋 這個包含篡改啊 或者洩漏啊 或者是一些阻斷攻擊等等 我們數位發展部的官網 但是呢 同樣的這樣子一個架構 它的特色是什麼 就是在全世界 有成千上萬的朋友 願意貢獻出自己的硬碟的某個部分 來確保我們數位發展部的官網 是在他們的硬碟上 所以就算呢 我們的海嵐完全斷線 就算哪一天我們完全連不到國外 但是呢 我們發布的訊息 只要衛星啊 不管在哪個軌道上等等還通 其他的地方的人 還是可以看得到 不會因為任何原因而不見而消失 那一旦某些資訊 他真的有這樣子非常強的 防止篡改的 防止洩漏的 防止變造 防止阻斷的這個特性的時候 那他就開始取得了我們所謂的公正 就是notary 好像公正人的這樣子一個價值 那這個價值可以用在什麼上呢 可以用在證明 好比像說 你的某一個種樹的行動 他真的有抵換掉 某些碳排放 好比像說你所進行的這些淨灘的行動 他實際移除了多少的塑膠廢棄物等等 那也就是說 不會因為他那個在地的公正人 你因為語言的關係還要翻譯 還要去找這個相關的這些集合的組織等等 這個成本過高 所以呢通常我們這個公正人 常常都是在特定的管轄領域裡面運作 但是呢 有了像IPFS Web3這樣子一些基礎技術 你即使是遠在巴西 遠在哪裡 他在那邊做了一個有社會正面影響力 或環境正面影響力的工作 他也可以運用這個技術做成所謂impact certificate 就是一個影響力憑證 那有了這樣的影響力憑證的話 我們不管是碳底患啊 或者任何其他這種跨國大家一起來減碳的這些做法 那就不會只是跟你的同一個地區 或者是同一個管轄領域裡面的人 才能夠進行這方面的交換 而是可以跟所有在同樣的這種公正的這個機關 底下的這個人做這個交換 而這個機關又是分散式的 又不是哪一個特定的國家 所以我覺得這是特別適合台灣的參與 我也怕我智商不足的人吸收的部分有一些落傷 但是就我聽起來 我感覺這好像是一個網路世界的 像是一個公正的聯合國的感覺 就是大家可以發現 一個聯合的公正人 對 是這樣 謝謝唐鳳 那我應該我應該有稍微跟上唐鳳的節奏 好的 那謝謝唐鳳跟我們分享 那如果說我們再談到就是當中企業的角度 因為現在是大家都就是提倡SDGs 那所以很多企業呢 也希望可以實踐上CSR或是ESG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受惠責任 那想問唐鳳有沒有一些就是自己特別喜歡的平台 或者是企業他們的一些行動 然後是你會一直持續關注 然後也很失望可以讓更多人知道 那當然就是Miss Echo 怎麼可能有別的回答呢 對 因為其實像當時 在Uber剛進入台灣的時候 我們在透過V台灣來討論 後來變成多元化計程車方案 我們特別關注的 就是不是只有很容易賺錢的那種地方 那Uber有開進去 但是比較難賺錢的地方 我們也希望透過多元化計程車方案 像現在有小旅行這樣的社會事業 去輔導當地 好比像說做長照的這些居服的這些朋友 他如果考了職業駕照 那他也可以透過共享經濟的這個方式 不但是在觀光客 也可以一次在比較多個長者 去進行醫療服務等等這些 所以同樣讓Uber可以開的這個法律 它現在當然也是計程車公司 Qtaxi 同樣讓Qtaxi可以開的這個法律 也同樣可以讓這些社會影響力 發展在那些資本主義 比較到不了的地方 那所以呢Uber有這個小旅行嗎 那UberEats 那當然就是有Miss Echo了 所以同樣的道理就是Miss Echo也是照顧說 可能一些店家他是秉持著他的理念 但是這些理念在UberEats上面 可能沒有辦法那麼容易換算出來 就是UberEats的排序裡面沒有一個 按照什麼減碳量排序 或者按照理念排序 按照剛剛講到影響力順序排序似乎比較沒有嘛 那所以呢我們這個Miss Echo就是同樣的概念 但是是一個不同的前端 而這個前端讓大家可以用價值來排序 不是只是那些店家 也包含外送的方式等等 那也包含 當我這個點了好幾次 但是我終於這個出了這個居家簡易之後 我可以一次就是搬一大包去旁邊的 應該是人理居吧 去那邊去還 對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在實際的使用者體驗裡面 一次又一次去強調說這個價值不是我自己在意 而且有非常多人跟我一起在意 那這個呢 我覺得其實才是共享經濟的根本 就是大家是共享的這個地球 共享著這個環境 所以我們也共享著要把環境變成更好的責任 謝謝唐鳳我們會繼續努力的 那剛剛唐鳳講到很多關於社創的部分 我就想要再偷偷請教 這一題比較像是我自己私心靠起 就唐鳳在任政委一直到現在成為部長 那其實過程中在非常多的領域都有創建 然後還有非常豐碩的成果 那其中呢 您特別對於社創這一塊 投入了比較多的關注以及資源在照顧 那我們很好奇就是社創對於唐鳳來說是一個怎麼樣的存在 或是你對國內的社創有沒有一些期待 對我想我們政府不是有個講法叫做有政府會做事嗎 那社創來講對我來講就是有公民會做事 有些事情有些事情政府來做是有必要的 因為大部分的人是確保說政府他隨時隨地都要回應大家的需求 但是這些事情在政府做的時候不一定是用創新的方法做 很可能就是用去年的方法做 因為去年是編今年的預算嘛 所以去年當時有什麼做法 那今年就是用去年省預算的方法做 而今年到了這個可能六七月的時候又要編下一年的預算了 所以如果那個時候並沒有新的方法出現 今年編明年預算的時候大概又是用今年也就是去年的方法做 所以這些最基礎的服務當然政府提供是有它的價值 但它的困難就是說當我們有新的社會價值出現的時候 好比像說近零這樣子的價值出現的時候 只靠政府自己來轉型它能夠探索的方向很有限 而且剛剛講到就是它是高延遲 就是每年才能夠改一次的這樣的情況 那但是我們知道國際的情況瞬息萬變 沒有辦法只靠這種每年改一次的方式去進行這方面的解決方案的探索 所以呢我覺得社創呢 就是在每年到每一年改一次的中間 任何人隨時隨地有想出什麼方案 它可以在比較短的時間段落裡面 好比像說你們是社創嗎 你們先用幾乎零成本的價债軟體 這個說不定三四天就可以寫出一個雛形來 然後看看大家覺得怎麼樣 你再花三四個禮拜又可以再改變 再花三四個月 你就有一個真正比較像是無為一字那樣子的體驗了等等 那但是你如果是政府編預算的話 那你要在一年前寫出你一年後會是怎麼樣 這個真的不容易 所以就是在社會創新的領域我們就是靠比較低的延遲 來達到比較廣的連結 讓大家都可以來想這個很重要 而且政府也同意很重要的這些事情 那希望我們的公務員隨時隨地在他們生活當中 多多接觸這樣子的社會創新 那這個時候每年到了七八月 他們終於要寫明年的預算的時候 至少他們可以想說 哦對這個我在上個月也有點過Miss Echo 我有用過縫長我有怎麼怎麼樣 他就可以把這樣子的想法納入他明年的政策規劃裡面 了解 那我們作為公民我們一定會繼續好好工作的 謝謝唐鳳 那接下來我們想要請教唐鳳一個比較有趣的問題 就是因為基本上我們現在拍攝現場 就是集結了非常多唐鳳的粉絲 然後我們就很好奇唐鳳的一天都是怎麼度過的 有沒有一些小小的儀式啊或者是一些特別的習慣 然後或者是跟我們分享一些可能我們會變聰明的一些小習慣嗎 好啊 大家如果有看過某一本寫我的書 後面有一個小卡片 說要睡滿八小時 那後來那個小卡片 在我們討論高中生 包含當然小學國中生 主要是高中生的上學時間的那個題目的時候 我就被一些高中生抗議 因為他們要睡到九小時才睡飽 所以要睡滿八小時對他來講是睡眠剝奪 因為人年紀輕的時候需要睡比較久 那所以呢後來我就不會講一定要睡滿八小時 我就說要睡到自然醒 那但是我自己啦 我自己的話是一定要睡滿八小時 所以我如果晚上只睡了好比像說六個小時 那我醒來就會對自己有個目標關卡 就是在午覺的時候或中間抽著時間睡 無論如何要把剩下那兩小時去補上 就算是在最繁忙工作最忙的時候 我的同事也知道我的即時訊息半小時才會回一次 所以即使是最忙的時候 我也可以二十分鐘二十分鐘這樣子來睡 那整天的二十分鐘湊在一起 又補滿了八小時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睡眠債是不能欠的 你不能夠欠五天的睡眠債 然後用周六周日來補回來 這個是會對就是腦神經造成 比較長期的一些一些危害 這個都有科學根據的 所以如果你欠了睡眠債 一定要在二十四小時之內 把它扶起來 怎麼樣都要睡夠 那這個是我覺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了解 那我們等一下大家就東西關一關 我們就開著睡覺 補下睡眠債 謝謝唐鳳跟我們分享 那我們再後呢也想要請教就是 唐鳳對於未來有一天如果說我們可以找到一個方法 然後可以創造出一個人與地的良善的循環 然後那一天在您的想像中一個永續的新日常生活的一些很日常的畫面 你覺得會是怎麼樣的 當然就是起床然後沒有搭任何交通工具 透過視訊的方式進行訪問 進行完訪問之後就打開瀏覽器 然後就訂MISS ECHO來吃午餐 那像這樣子的日常不需要等到未來啊 今天大家都可以做到 謝謝唐鳳的分享 那唐鳳在我們心中一直就是 可能唐鳳本人不喜歡 不一定喜歡天才這個稱呼 但是在我們心中唐鳳其實不僅僅是天才 而是一個很寬闊很溫柔 然後兼容病序 並且充滿勇氣的一個天才 那所以我們也很希望就是現在 一些或是小小的 但是我們持續努力著 很希望有一天可以成為一下唐鳳這樣 雙手有力可以改變世界的人 那不知道唐鳳能不能給我們一些 可能小小的分享或是心法或是命訣之類的 就讓我們回去抄在筆記棍上 好啊 其實我很喜歡一個概念 就是Be a good enough ancestor 就是當一個夠好的祖先 那這個是不是我發明的 本來就有一個講法叫Be a good ancestor 就是我們要照顧好可能七代以後的後代 不是只照顧這一代 然後犧牲掉下幾代嗎 這個是很多人在講 但是對我來講為什麼說Good enough呢 就是不要對自己太壞 你在照顧後代子孫的時候 偶爾也可以打打牙劑 吃一些真的很好吃的東西 就是說照顧自己的心情 這個也很重要 不是只是好像苦行一樣的做環保而已 有些人他在像苦行的工作裡面 他是確實是有一些精神上面的愉悅 就是他很喜歡這樣子的情況 那有一些人他很相信所謂的Degrowth 就是不再追求成長 那這些都是我很敬佩 非常敬佩 但是對我來講 如果你不能保持心情愉快 你所相信的那些理念 很可能沒有辦法散播出同溫層 但是如果你能夠保持心情愉快 而且可以憂自己一磨等等 那這樣子的話 那就很容易讓大家發現說 唐鳳也不是完美的嗎 你看他自己才剛說他吃國邊菜 他待在社創中心的時候 史達魯做好吃的雞來 唐鳳也吃一口之類 顯然就不是完美的 但是就是因為這個不是完美的 我們就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趣聞可以分享 那無形之中反而去把我們推廣熟食 推廣靜靈 推廣靈廢氣等等這個概念 擴散到更多的 他其實只是想要看一些有趣的事情的人的心中 而不是只是好像他本來就有這個習慣的 這樣子一些比較同溫層的朋友們 所以同溫層要擴大 夠好就好了 這是我對大家的勉勵 謝謝唐鳳 我們都好好記下來了 我們最後呢 我們想要跟大家以及唐鳳分享 就是我們一直都很相信 就像剛剛唐鳳所說的 如果我們要把這一股改變的影響 比如就是這樣溫暖的傳達出去 然後讓大家覺得 哦對你不是在責備我 然後你只是提供一個更好的方式 那我相信這會是我們一起做出改變很棒的切入點 那如果有一天我們可以真的 我們可以真的迎接到這樣的永續新日常 會是我們很期待做到的一件事情 那最後呢 旁空也有一些就是生活上的小行動 想要跟大家分享 然後做一個呼籲 就觀眾前的夥伴們 你們今天看到這支影片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嘗試啊 從今天開始 然後做一點點的小改變 然後很輕鬆的 不麻煩的 一些小小的行動 然後就可以一起為世界講文 那我們請唐鳳跟我們分享 好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兩個小秘訣 第一個 就是盡可能的用視訊來取代跨國的實體會議 那只要是跨國或甚至跨城市 尤其如果你已經認識對方的話 用視訊絕對是渐探的一個非常好的方法 這是第一件事 那第二個呢 就是希望大家無論如何一定要睡夠 尤其是在最近 因為我們地緣政治的關係 可能大家都會覺得有一些焦慮啊 有些緊張啊等等 但是呢 其實只要大家都睡夠 不管睡滿八小時還是九小時 我們就贏了 因為人家的目的 所謂心理在的目的 也就只是要你睡不好而已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透過好好睡一覺 來貢獻到我們的這個所謂社會任性 全民的數位任性裡面 謝謝大家 謝謝唐鳳 那最後我們在請唐鳳送我們 螢幕前的所有朋友一句話 就除了睡飽睡滿八小時以外 有沒有什麼想要典禮大家 在為永續努力的後備員的鼓勵呢 好啊 大家都知道 我不管是拍照還是視訊最後 一定會說 Live long and prosper 就是生生不息 繁榮昌盛 對我來講 生生不息 就是永續的意思 而繁榮昌盛 就是發展的意思 所以這個Live long and prosper 這個手勢對我來講 就是鼓勵大家 在追求永續的過程裡面 也可以享受繁榮 也可以享受發展 這並沒有什麼不好 這兩個是彼此加強 不是彼此違背的 謝謝大家 謝謝唐鳳 那我很想做那個手勢 但我剛剛試了 我其實做不太出來 不用勉強 勉強 夠好就好 一定造成的 那我想要跟 就是跟在康就跟 在康和所有的觀眾朋友 說一聲謝謝 那我們今天聽聽人說 你想像的領序是什麼 就到這裡結束囉 大家拜拜 拜拜 那我去訂餐囉 拜拜 謝謝唐鳳 謝謝唐鳳